要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目前這個即時影像是在台北市的內湖區 好 現在看起來陽光還沒有露臉 不過今天看起來雲層蠻厚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目前在台北市的室外溫度大約是14 15度左右 在今天的降雨機率蠻低的只有10% 好 其實主要是受到了今天清晨時分 大陸冷氣團還有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各地的溫度都還是蠻低的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在今天清晨 本島平地的最低溫度出現在苗栗的國一側站 只有6度而已 苗栗的造橋也只有6.1度 其實溫度真的是蠻低的 好 另外要告訴大家是新北到整個高雄一帶 都會有局部10度以下低溫發生的機率 好 其他地區的低溫呢 東部地區的低溫大約只有12到14度左右 不過來看到的是 白天開始冷氣團的威力慢慢減弱 氣溫將可以逐漸的回升 桃園以北還有宜蘭花蓮台東 高溫大約會有17到20度 好 新竹以南的部分呢 則是會有21到23度的高溫 整體說起來在今天的白天 會比昨天來的更為舒適一些些 但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留意的是 整個西半部的日夜溫差真的是蠻大的 還是要多加小心 好 另外在降雨的部分呢 今天降雨的情況也是慢慢的好轉 只剩下東半部地區會出現局部的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整體說起來呢 其實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好 不過其實在清晨還有晚間 這個低溫還是蠻低的 因此氣象局持續針對全台多個縣市 發布了低溫特報 好 這個橙色燈號的範圍呢 就是在新竹線還有苗栗線 果真在今天清晨時分 兩個最低的溫度側站都是出現在苗栗 好 另外黃色燈號涵蓋的範圍其實還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黃色燈號所帶來的意思是寒冷 這當中涵蓋的範圍包含了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好 另外在南部地區的高雄還有外島的金門 都還是要多加留意低溫的部分 好 另外還要來看到的是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在今天還是要特別注意空氣品質 在今天包含了這個中部還有雲家南以及高屏地區 整個空氣品質全部都亮起了橘色提醒 代表的是對於過敏族群的觀眾朋友 出門的時候最好還是要戴上口罩是比較保險的 好 未來這幾天整個走勢是如何呢 您可以看到今天還有明天 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威力慢慢減弱 因此白天的時候全台各地的溫度都會慢慢的回升 只剩下東半部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好 另外在週四 週五的時候 南方雲系逐漸北移 我們要告訴大家是天氣會有一些些的轉變 因為到時候包含了東半部還有西半部 降雨都會變得比較明顯 好 如果時間來到了週休假日 週六還有週日 東北季風增強的情況之下 全台各地的溫度會稍微上架 到時候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我們整體來總結一下在今天的天氣關鍵字了 受到輻射冷卻效應的關係 因此包含了清晨還有晚間 其實溫度都還是蠻低的 但是白天開始溫度會慢慢回升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日夜溫差其實蠻大的 另外呢就是在中南部的空氣品質 今天還是比較差亮起了橘色提醒 這些都要提醒大家多加留意 我們 雜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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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